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休士頓論壇 那麼再過幾天 四天 馬上美國就要選出第45位總統 也是第58任的總統 美國大選 那我相信在我們華裔社區裡頭 不管你是川普的粉絲也好 還是Hillary的粉絲也好 大家都迫不期待 希望能夠看到這個結果 那麼今天在我們現場 我們還是跟李堅強兄 來跟我們一起聊一聊 同時我們也邀請到了 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的 所謂的MUD 就是大家在繳稅的時候 經常都會有很多的項目 其中有個項目 就是公共設施的稅MUD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Humbo的El Dorado MUD的主席會長 我們黃登錄帶我們現場來 跟我們聊一聊 看看這個到底 我們除了大家選舉 不要只看天高皇帝遠的總統 或是參議員 眾議員 當然這些是非常重要 不過其實在我們身邊 你每天在繳的稅裡頭 這些人 這些代表你的人 都是我們一票票選出來 等一下我們大家可以來好好的談一談 不過在談進入美國大選之前 我想我們現在談談最近在媒體上頭 現在我們看到都是女人的天下 最近在公佔媒體有三個女人 一個是洪秀柱 剛剛結束到大陸 代表國民黨跟大陸習近平 剛剛會面回來 回到台灣 一個 那麼再來一個女人是韓國 韓國這個嫖警惠最近真的是 非常的有大麻煩 目前的民調聽說已經降到10%以下 那主要就是因為她的所謂的閨蜜 她的閨蜜竟然能夠在幕後操縱她的國政 甚至於還說出了這個嫖警惠可能是受到了一些怪力亂神的控制 所以這個精彩程度可以說是不下於大家平常喜歡看的韓劇 那第三位女性當然就是Hillary Clinton Hillary Clinton 從競選開始基本上大家認為她勝券在握 可是呢沒想到在選舉的最後幾天呢 這個FBI的局長決定跳出來說 再揭發他這個裡頭電郵門裡頭的一些新的問題發現 那麼這個在選舉最後階段呢 可以說是衝擊選情非常嚴重 我們先來談一談這個洪席會 在台灣叫洪席會啦 在大陸的話叫席洪會 那不管洪席會或席洪會 我想這一次這個洪席會感覺上 這個洪秀柱當然這是國民黨敗選之後 這個黨主席第一次到這個對岸去 那麼跟這個共產黨兩黨有一個接觸 那實際上呢 洪秀柱在還沒有出去之前呢 就已經在國內 主要就是受到黨內的一個抨擊非常的嚴重 那麼這主要就是說 這其中有這個一中個表跟一中同表的問題 也就是洪秀柱拋出了一個一中同表 引起了民進黨根本還沒有開始發動攻擊啊 國民黨裡頭已經是吵翻天了 甚至於吵到美國來 前一陣子這個吳敦義前副總統 到了我們休斯頓來 實際上在很多的媒體頭他也曾經表態說 對於這種暗示對於洪秀柱的這種論點 是沒有辦法同意的 不過到了這個實際上 到了這個洪秀柱到了大陸跟習近平建道以後 他倒是很婉轉的說出了 他希望求異中原則之同 存異中含異之異 也就是求同存異的這種論調 我想請這個我們劍強兄跟我們說一說看 你對於這次洪秀柱跟習近平見面的一個看法好不好 這個洪秀柱到大陸可以說是去的這個時間比較特別 特別就是因為那個蔡英文上台嘛 然後兩岸關係出現了就是過去八年多來的那個最低潮 可以這樣說 雙方的那個官員層次的那個接觸都已經基本上停止了 另外最明顯就是說大陸到台灣的那個路客大量的減少 那這個時候再加上雙方的又存在一些這個 因為這個台灣那個領導人更換 那存在的一些進步加深的這些那個復古信任 所以洪秀柱到大陸來那個走訪啊 其實是可以說是 能做的 現在能做的那個最好的這樣一招 因為洪秀柱他是那個在野黨的主席嘛 是 但是呢就是說他能做多少還是個問題 是 在非常有限的這個空間裡面 他能夠做到的事情 非常有限 是 因為你看那個民政黨方面已經說了嘛 他去只代表兩黨 對 那當然 當然 任何事情都是兩黨不屬於兩岸的範疇 所以他那個伸縮度是非常小 這當然不用說 另外在黨內 他是不是代表了國民黨的主流的意見 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 本身洪秀柱啊 沒有能夠進行那個去年的那個那個選舉啊 就說明 他不見得是代表了國民黨裡面的主流的意見 所以你認為 你會不會認為說其實洪秀柱現在是比較一個屬於弱勢的一個主席 可以這樣說 但是即使這是大陸之行 國際也不能提升不了太多他那個在黨內的那個影響 你認為還是沒有辦法提升太多 那對於習近平這一邊呢 對於大陸這一邊呢 其實對大陸來說這是個加分 OK 並不是減分 因為就是說給台灣方面做姿態 你比如說在接待方面呢 在習近平主席用詞方面呢 並沒有用一些 比如說台灣人會聽得比較澈的詞 比如說統一這個詞沒有用對不對 所以其實從側面呢就是跟台灣方面說 就是我們呢 也不是說那個一定會怎麼怎麼對台灣 但同時呢也是做個姿態吧 是是 所以說這個柔中還是帶有堅持了 對 但是大陸可以這樣說 大陸方面對於洪秀柱訪大陸能夠 起得很大的那個實質性的那個結果 估計也不抱很大的希望 因為畢竟洪秀柱在黨內並不是說沒有爭議 在國民黨內如果說沒有爭議 他完全代表了國民黨的主流民意的話 所以說這可能這個牌 那個出法就會不一樣了 所以你認為說洪秀柱這一次 跟這個習近平見面 跟過去幾任 我們不要講馬錫慧了 就是過去幾任國民黨 還在執政的時候的幾位主席到大陸去 對 這個就是說的效果是相差蠻大的 以前跟比如說跟那個連戰接觸 還有跟那個吳伯雄接觸 包括跟前任主席接觸 其實裡面的多少有一點就是說 是從說服他們的 影響他們的 但是在洪秀柱方面 其實這個說服和影響這個含義 是比較小一些的 為什麼 因為相對來說他的看法 比國民黨主流看法更接近於大陸的看法 是 又往前一點點 對 所以不需要說刻意去影響他 問題就是說他 洪秀柱在島內能不能影響 其他黨內的同志 國民黨內部的那個其他人 這主要是這個問題 是 那我想我來請問一下黃登錄 你過去是這個新黨的召集人 那我們現在看到洪秀柱好像 在國民黨裡頭被打得滿頭包 反而不久前他到新黨的活動裡頭 是受到熱烈歡迎 好像反而到了新黨比較能取暖 你說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我想跟觀眾先講一下 包括堅強兄也得要介紹一下 所謂的新黨真正的名字 原來叫做新國民黨 嚴格來講他就是國民黨裡面的一個改革派 是 也有人說他是比較支持統一這個方向的 是 那我現在稍去轉個話題 因為我跟台灣的這個情緒 或者年輕人還是多少有保持接觸的 對 就是說在過去的四年 國民黨當然是敗選 對 我們不得不否認 可是我記得那個羅志強兄去年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也有特別跟他講 我說國民黨敗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我們過於強調九二共識裡面的九二共識 是 台灣人的年輕人其實很聰明的 他們都知道九二共識是什麼東西了 是我們有開會沒有共識 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在美國人一聽就懂 可是在台灣人或者是在中國的人聽起來有點繞口 應該這樣子講好了 就是說所謂的九二共識還真的要有八個字 就是一個中國 我們同意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往那個方向 所以我們坐下來討論了 可是討論了半天結果是沒有共識 原因是我們還要一中各表 方向回家以後 你說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說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那我現在回到這裡就是說 假如國民黨在那四年 除了這個九二共識四個字以外 也提到了說一中各表 對不起 我坦白講 很多年輕人覺得你不提一中各表 所以這些中間選民的票就跑掉了 那這一點國民黨其實是應該從這裡學到教訓 那我所說的就是說 九二共識其實是有八個字的精神 確實是不能少 少了就少了就 一中各表是不能少的 是的 是的 那這一點也是要代表中國 我所謂的中國就是說 大陸方面是一個洋洋大國的態度的話 那就像西德跟東德之所以能夠合併 或者說順利地變成回到一個國家 就是因為西德它有一個大的度量 相對那個時候東德是弱勢的 可是他們並沒有一副藥果 而吃掉你的味道 那這個造成了德國的能夠統一 那我想中國要統一的話 一定要在某種程度的你要尊重對方 而不是說一個光光一個以大吃小 或者說誰的武力強誰就能夠贏 我想這個東西大家可以 我是希望看到有這麼統一的一天的 但是那個東西德的那個 可能跟大陸台灣還是很難那個 因為畢竟那個西德雖然說強大 但是東德的快頭也不小 東德在東歐國家裡面 它的經濟實力是最強的 但是它的總體實力是西德的三分之一 但是大陸跟台灣因為它實在相差太大 實力差太大 所以說大陸就是說不強勢是不可能的 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大七小子就就就就就 快頭本身就大很多 它比較難 這又跟南韓北韓也不一樣 對比較難就是比較難 就是說完全就是 所以說肯定會有很大的一種 好像我這個是屬於那個 中國的前途應該怎麼能往我 應該由我來決定 所以很自然會有這種做老大的心態存在 是 那鄧陸兄所以剛才聽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說你對於這個洪秀柱主席 這一次在出訪前所放出的這種 一中同表的這種論表 似乎不是太認同 我其實不覺得有這個一中同表 他並沒有講清楚他的同表是什麼 他只講說他認為的一中是中華民國 我就想不出來他這個同表的同字是哪 同字是同在哪裡 是是是 他的同表其實它是這樣子的 它是其實是模糊一下概念 其實也還是以前的說法 其實是一種各表的說法 內涵是這個 只是說我們同時表達吧 你也表達我也表達 但是你表達你的我表達嘛 我的是同時來做這個 你也說在同一個場合 同時表達有兩個不同的中國 有兩個不同的中國 至於表達什麼 不知道 其實除了說本質上 從大陸角度來說 本質上還是就是一中各表 對 但台灣方面就怕什麼 怕你這樣一中同表 怕是不是 講同一個 又往前頭 又又又又 是不是講同一個中國呢 他是怕這個說法 那這個當然 這個中間是有這個概念上的混淆 那就是說我們一直在 兩岸一直在這個 國家的這個階級 跟這個民族的階級上頭 有很多混淆跟灰色的地帶 其實我倒是個人是希望 中國包含中華民國 或者是 談一個將來的統一 是的 這是我的立場 我覺得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是很有用的 你假如承認中華民國 就沒有所謂的九段線 十一段線 南海之爭 沒錯 因為十一段線是中華民國 在國際上當時推出來的 十一段線 假如成立的話 那就沒有所謂的南海之爭 因為已經超過五十年 沒有人提出議員 中國大陸提出了九段線以後 在少於五十年之內 已經被菲律賓 被美國挑戰 所以我講回來就是說 如果能夠回序到當年的 假如你願意變成說 我們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都尊重對方 不是國家的關係 可是尊重這個名詞的存在 換句話 所有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 曾經有過的地位跟權利 都是中國人一起共有的話 那釣魚台這些問題都沒了 那這個一個中國的意義 就更加的包容了 這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國的 真正的好的部分 對 但是這個困難點是在這裡 你比如說我們以前也講過 兩個德國不見得 不會成為一個德國 兩個德國分裂的兩個德國 後來還是成為了統一的德國 對不對 但現在這個難點在這地方 大陸 比如說我們講 兩個中國不見得以後 不會成為一個中國 這是你剛才講 但是現在大陸是想了這樣 中國的情況跟德國不一樣 德國呢是這樣 因為西德並不面臨 西德內部 還有要求獨立的那個地方 中國大陸是這樣 因為中國大陸 如果說承認台灣大陸 兩個中國話 那肯定是 將獨 藏獨 內部都出來了 有將獨問題 有藏獨問題 現在還有香港問題 都出來了 現在新的問題是香港問題 所以說這個口不能開 在中國不能開 德國沒有這個問題 西德內部沒有說哪一個地方 不是巴法利亞要獨立 它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我想登陸鄉剛才 登陸鄉剛才講了一點 其實我也蠻認同的 就是說今天不管 今天就是說 其實就算我們今天的報的 就像你講的報的就是說 未來統一的這個路 去走的話 其實這個統一的路上 還是有很多選項 將來的統一也不一定是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是 將來統一也可能是 假如大家有這個想法 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唯一的選項 那這個一中就有可能談成 並不是完全不可能 也就是說開放更多的統一的選項 現在的問題最大的問題 講回到 就像我們現在下一個要談的主題 就是選舉的問題 那台灣就是說 所謂中華民國管理的部分 他們的人民是不太願意放棄 這個選舉的機會的 那我想堅強兄也好 在美國休森的這些 已經變成一種生活習慣 在休森的這些中國人也好 今天要把你 就因為你是一個中國人 就把你從美國的這個選舉制度 踢掉 你沒有這個選舉權了 我想你可能也不太願意 接受那個事實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堅強兄 我們可以來談一談 因為現在在台灣 我想呢 洪秀柱談一中同表啊 這件事情 其實也有策略上的一些考量 對 因為今天的蔡英文 基本上連九二共識 都很難說出口 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必須要有一股力量 能夠讓他 讓他有一種拉扯的一個力量 而這個一中同表 很可能也是洪秀柱的一個策略性的思考 不過很可惜的是這個策略性的思考 在國民黨內部 也沒有辦法被大多數來接受 我想我的猜測 是純粹猜測 因為我實在不是台灣的政界的人物 就是說 我想洪秀柱去大陸之前 一定有某種程度的跟中共方面的接觸 那我剛剛想解釋的一句說 假如你光談九二共識 不談一中各表 那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我是指說 台灣的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的 那問題是你要說 一個中國 然後這個一中各表 那顯然在今天的中國大陸 他們也是不能接受這個 所以有可能 對不起 我說是一個猜想就是說 所以洪秀柱才修正了這麼一個字眼 叫一中同表 出了一張牌 對 我根本不懂什麼是同表 我唯一能夠想像到的是說 一中同表 他寄望中國能夠在某種程度的接受 說不定 這個我只猜測 開了一條路 不過最重要就是說我覺得 台灣的這個民主制度 我雖然是泛濫的人也好 我當然這個 希望同意也好 比較反對這個台獨 我是事實上我是反對台獨 我也希望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國 可是這個中國真的不能夠是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民主 或唯一的選項 也就是說統一上頭也必須要給民主選項 喜歡的選項 也許是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 以前也有過學者談過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 台灣的政黨到大陸參加政治活動的問題 現在就這樣一個問題 你比如說像民進黨 它本身就是抵觸我不想跟你有任何關係 所以說 即使說大陸方面有這樣的一種想法 比如說台灣的那個 以後啊 將來現在不知道 現在肯定是不可能 將來 那如果說民進黨 你連這個東西都不能接受的話 你就只能說我跟你 其實我們在這個 我在二十多年前 還沒有來美國之前 在台灣的立法院工作過於政調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 曾經主張 那時候香港還沒有回歸 我們曾經主張就是說 希望在香港成為一個 整個大陸的一個民主的一個示範區 就是說 讓台灣的政黨到香港去公開的 做公平的政黨競爭 做公開公平的競爭 我有聽說過這一點 對 那當時呢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 我們就像您剛才講的 台獨基本上 這就不是選項了 因為你基本上你是沒有辦法 在一中的架構裡頭去活動嘛 那剩下的是什麼 那剩下就是國民黨 也許新黨 能夠到這樣子的一個區域性的一個示範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候 依舊可以作為 就是說大陸方面的一個思考的方向 我有點懷疑就是 因為我們還沒有辦法看到至少十年二十年之內 中國大陸能夠接受任何形式的民主選舉 政黨操作的選舉 甚至他連香港的政黨選舉他都是很 所以目前還是黨高於國的情況 對 是是 他們還是一黨 不能說專政 對 我不曉得他們要用什麼名字 不過目前為止我看不到 可是這也是一個 現在來談任何統一都是太遙遠 好 那我想我們節目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過頭來 我們開始進入這個美國大選大家所關心的一些問題 來 我們休息一下